字幕提供 上一次提到 那個 肉太店 的行程 好 好,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32頁 有關於 好 有關於 蛋白質的結構或構型的問題 因為 專利 有關於 蛋白質的結構或構型的問題 專利 上一堂課提到就是說 蛋白質的製造 因為它有三個層面的問題 你要先去選 適當的胺基酸 特定的數量 然後以妥善的排列組合把它串連起來 所以 在轉運的這個過程當中 核當體做的事情 就是按照密碼的排列順序 然後去妥善安排 胺基酸的排列順序 那一旦這些 適當的胺基酸 被串連起來之後 其實它只是一條線 對 所以 這樣的一條線型分子 其實通常不會有什麼功能 但它需要的內容已經到位了 好 那 所以 轉運完成的那個線型分子 基本上 就是一條 好 多態電 那我們把這個定義為 是蛋白質的最基本的架構 就是成分到位 但是 形狀還沒有出現 正確的形狀還沒有出現 所以 這種情況 我們就把它稱之為是 一級結構 好 所以一級結構 基本上是個線型分子 那 接下來 你去瞄那個 31頁的20種 氨基酸 留意一下 那個 呃 測電那個地方 上次有提到 好 那個地方呢 是產生20種變化的關鍵位置 那 這20種的 這個氨基酸 在測電這個地方呢 它可能會因為它有急性的關係 可能會因為它帶電的關係 所以 這個時候 只要你把這個線呢 適當的折疊 距離不用很遠 就是說 我這邊呢 一長串的氨基酸 那剛好 在最短距離當中 這個地方的氨基酸 跟這個地方的氨基酸 好 你只要把這個線 稍微挖去一下 讓它們的距離 夠近的時候 剛好呢 這個氨基酸 它帶著正電 那這個氨基酸 它帶著負電 OK 所以你折過來之後 因為正負電的吸引的關係 好 假設距離夠近 吸引力夠強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把這個附近 這個附近 弄成一個獨特的造型 即便只是一個繞圈圈 或者是轉彎 彎曲這樣子而已 對不對 可是這個是附近當中 只有它們兩個氨基酸 可以互相影響 等到你這個多胎鏈 再繼續往後延伸之後 這個氨基酸 如果能夠再折回來 跟這個地方 再進一步 跟另外一個氨基酸 再產生假設是氫漸 因為氫漸在這個 有機物上面也算是很普遍 所以它折過來之後 剛好這個調節 可以是已經很氫漸的畫面 這個時候 我們又擴大了整個線 逐步的轉變成一個 比較3D的立體的造型 對不對 那你後面還有很長 因為多胎鏈的長度 你幾十個上百個 那表示我後面 還可以再繼續發展下去 OK嗎 好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 當整個多胎鏈上面 局部 好 局部出現地體結構的時候 好 所以局部或區段 局部 或者是區段內 局部的立體構型 我們就把這個稱之為 叫做二級 好 結構 所以 所以 假設呢 現在有一條多胎鏈 你放了它不管 它就是一條線 可是 對蛋白質來說 我們通常要的就是 它有特殊立體造型 比如說 我現在要做的是一個酵素 那這個酵素呢 因為它的造型特殊 所以它可以去跟特定的 比如說 它可以 催化 那個葡萄糖跟葡萄糖之間的結合 對不對 所以你要在它的形狀上呢 讓它有機會去抓到葡萄糖 然後它再抓一個葡萄糖 然後接下來讓這兩個葡萄糖 可以結合起來 或者是抓一個葡萄糖 或抓一個那個 那個果糖 然後形成蔗糖 那這樣可以想像嗎 所以 蛋白質其實 最重要的 不只是說 你要讓它依據基因密碼 有正確的這個內容 你接下來要想辦法 把那個造型做出來 那這是循序漸進的 所以第一個階段裡面呢 我們可能 可以這樣 多胎鏈的某些特定的地方 然後呢 好 開始呢 形成區域性的 這種分子內的作用力 那 這種分子內的作用力呢 大概 有兩個 比較可以去考量的 第一個 就是清鍵 好 然後第二個 如果它有正負電的關係的話呢 那會比較像是 離子鍵 如果你還有特殊需求 你覺得 因為不管是清鍵或離子鍵 搞不好這個 這個 這個關係很容易垮掉 那 那個造型 那個局部區域的形狀呢 就不太容易維持 對不對 所以 那你可以在進一步發展出什麼 供價鍵 不過供價鍵可能在一般使用上 你要稍微麻煩一點 你可能需要效素幫忙 你才有辦法形成這個比較穩定的這個間接 那 前面兩個 基本上是在 同一條線條內 比較長出現的 它是同一個分子 對不對 所以它是在分子內 自己跟自己 所形成一個引力的這個關係 好 所以當局部出現特定造型的時候 我們就稱為這個 叫做二級結構 所以二級結構 只有盤多太電的一部分 可是因為剛剛講的 你多太電很長喔 我這邊出現一個分子間的作用力 搞不好這個地方又再出現一個分子間的作用力 對不對 好 然後 因為你整個多太電那麼長的關係 所以這些局部的 這種二級結構 可能會出現很多次 對不對 那我們其實最後要讓這一條線條 變成是一個完整 而完全立體的這個造型 就是需要靠這麼多次的這個二級結構 所以當這些二級結構 全部到位之後呢 這個時候蛋白質的造型 約略快要出現了 我們就把它稱為叫做三級結構 所以三級結構是完整的 好 立體結構 一般來說的話呢 其實從這個地方開始 你才去稱呼這個東西 叫做 蛋白質會比較好 因為它的形狀真的出現 它應該可以開始做事情了 那在那個之前 當它的真正造型還沒有出現之前 其實你可能用像多太這個字 會比較好 就是它的組成到位 它的形狀還沒有做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一般來講 蛋白質這個名詞 真的是會比較有生物的意義 所以比較會談到這邊 那可是有一些蛋白質呢 我們就發現說 你光是用了一條線條 你用這條線條去塑造出 某一個立體的造型 還不夠 像以前我們在講那個免疫系統的時候 還記得免疫球蛋白 我們有畫過它的簡單的架構 免疫球蛋白 不是用的兩條 比較長的態度 然後 再用的兩條比較短的態度 然後 接下來 這邊 接下來 這邊 接下來 這邊 接下來 接下來 約一約的擴下一個Y 對不對 那事實上如果你把它拆開的話 它其實是四條多態鏈組合出來的 它總共用了四條多態鏈 所以也就是說 有一些蛋白質恐怕到這樣還不夠 它可能會需要 兩個 以上的單元 然後形成 複合體 所以我們就進一步再延伸 把這樣一個結構上更複雜的蛋白質 稱為四級結構蛋白 所以就表示你可能會動用到好幾個 比如說你現在有四個單位的導號 最多的情況你可能需要四個基因 這四個基因分別去轉入轉意 對不對 那做完了完成品之後 就像你先去把每一片拼圖 先都做好 那接下來再把拼圖拼起來 那它的圖面才是完整的一樣 你看 所以我們就從這樣的角度去歸納出 這蛋白質討論它的結構上面 因為這跟工能有關係 所以就把它分成這四級 最基礎了 剛剛做出來的材料 一級 這個材料局部開始出現立體造型 二級只有局部 但一個多態鏈因為很長 所以常常會出現好多的 多次的二級 所以整條多態鏈所有的局部的區域的造型 全部都出現 它的正確造型也差不多該出現了 那就成為叫三級 那如果你需要更複雜的結構的話 你可能要去運用到兩個單位以上的多態鏈 才能夠拼湊出更複雜的造型 那就是四級 好 所以像免疫球在擺 抗平就是一個四級 很長的例子 那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那個 水紅素也是一個很簡形的四級 因為水紅素的話呢 用了兩個α單元兩個β單元 兩個α單元加兩個β單元 那個單元的名稱 就分為α單元跟β單元 那四個單位組合出來之後呢 這個時候才會是形成一個寫劑子 也就是寫紅素的主體的部分 還不完整喔 還要再加一些其他東西進來 這個都很明顯是屬於四級蛋白 那像一般來說的話 什麼樣的叫三級呢 三級裡面呢 有一個很有趣的 我們可以先從二級來看 那二級當中呢 有兩個很常見的 形狀很規則的造型 一個呢 叫α螺旋結構 那另外一個呢 叫β的折疊結構 好 講α螺旋就這樣子 我整個多態鏈很長 然後呢 因為氨基上的特殊單排 我可以讓它一直反覆的出現 這樣的形狀 後面還沒有結束 你看 只要你用的適當的氨基刷 可以做出這樣的造型 這是螺旋結構 那折疊呢 它會有點像T字狀 這樣子而已 好 那我們用α螺旋來看 我要用這個東西可以去做什麼 對不對 不是我們需要 我們不是需要說它的造型很特殊嗎 這樣看起來當然 好像是很特殊 可是這個東西 使用上太普遍了 對不對 既然很常見 可是這個東西我們發現 用在某一個蛋白質 這是超級無敵的好用 細胞膜上面呢 畫個簡單的就好 細胞膜上面 我現在想要做一個管道 那管道 我們以前講運輸蛋白的其中一個類型 不就是通道 對不對 所以既然是做通道 那我就乾脆做一個管子 對不對 所以想像說我去用蛋白質 然後排出一個管子出來 對不對 那現在問題是 你怎麼用那個 一條線條 然後讓它變成一個管子 OK 螺旋 直接螺旋嗎 那中間就是空隙 然後發現沒有 因為通道的規模 會有點大 所以你不能說 啊 看我把那個多胎鏈這樣 繞螺旋狀 然後中間讓它是空隙的 基本上這樣就是通道 沒有 它是用這種方法 我現在呢 在 這是約略的輪廓 然後呢 現在在這個地方呢 先弄個彈簧 二級結構 一次 轉個彎回來之後 然後呢 再去繞彈簧 然後接下來 折到隔壁 再來一次 那如果我們把它的輪廓畫出來 就變成 這個地方 有一根小柱子 然後 這邊又有另外一根 小柱子 然後這裡又做了另外一根 小柱子 對不對 好 那怎麼排呢 現在 只需 要 沒有核筆是不破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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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盒私藏品還在嗎 好 現在 每一根粉皮 就代表一次的二級結構 就是螺旋狀 對不對 好 我如果把這每一個螺旋狀呢 做這樣的一個空間安排 這我需要一個支撐物 我需要一個支撐物 所以把它框起來之後 拆燈 OK 這樣可以看出來嗎 對不對 我要做一個管道 我光是用α螺旋反覆出現 幾次之後 圍繞著一個周邊去排 對不對 我是不是就可以做出一個管道了 然後後來發現那個 研究那個通道的時候發現 通道很喜歡管這一招 我不用太複雜 因為我要的是一個管子 對不對 所以我只要 妥善安排特定的胺基酸的排列組合 反覆地做出α螺旋 對不對 α螺旋一次折到隔壁 然後再螺旋一次 對不對 光是用α螺旋 我就可以做出一個功能的蛋白子 這樣可以想像嗎 對不對 所以 通道可不可以做事情 可以 它可以運送特定的東西 比如說水通道 對不對 比如說鈉通道 假通道 對不對 所以像一般的通道 三級就夠用了 你看 這樣已經夠複雜了 對不對 複雜當中 我們又發現它的策略很簡單 就是從頭到尾只用一個技巧 是α螺旋 這樣可以想像嗎 好 這樣的話 這是蛋白子好玩的地方 當然也是它 有難度的地方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其實很多人玩DNA 玩到發現沒有什麼潛力的時候 開始轉向 發現其實蛋白子 可能比較有研究上的豐富的變化性 就會開始玩蛋白子結構 所以你看那個DNA解蠻後段的時期裡面 就是另外一個崛起的新興的學門 就是蛋白肢體學 所以國外發展很早 國內其實有兩間大學 像台大跟中心 很早 花了幾億的經費 成立了蛋白肢體中心 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現在玩這個 我們講比較高尚的理由 就是你的學術的壽命會比較長一點 因為可以一路玩下去 我們講比較現實一點 就是比較有機會看到那個鈔票 如雪花般 從街上掉下來 國外屋是這個 像你的夢不要做得太遠 這樣子 要務求現實一點 沒事 要踩到這個領域裡面 小心一點 這一定要踩下去 可能 是個坑 我深陷泥漲 所以蛋白子結構到這邊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都很有良心 勸你們不要貿然的 走這塊 接下來 那個 30頁下面的地方 那個 粗的黑色線條 是另外一個 從左上一直融彎彎彎彎彎彎ーー到右邊這邊 這是整個多胎別的窗像 那它有交代測戀 還告訴你哪些地方可以形成氰漿 有沒有 一般來說的話 氰漿常常出現在什麼 你有腔肌 你有胺肌 這種地方特別容易出現 再仔細秒一下,因為氫健常能跟氧跟氮有關係 好,接下來我們看三次參與性質的地方 蛋白質基本上可以從生物體內種類最多的有機物 這麼多種當中是因為我們真的需要依賴它 可以產生很多種不同的造型,因此具有很多種不同的功能 但在執行功能之前,它有很多重要的特性 比如說,高一的時候就一再提醒你 任何情況談到蛋白質,請你一定先想到這個特質 叫做專一性 但你也不要死守的專一性,就是只有1 它是指特定範圍 比如說高一的時候好像印象中有這樣一個題目 拓液澱粉酶,一般的酵素是1它作用的對象來命名 所以你就可能就會覺得,那拓液澱粉酶就只能作用在澱粉上面 給你一個甘糖,那基本上甘糖到底可不可以分解 但我們現在已經介紹過,那個 鍊粉跟甘糖用的那個結合間解的方式是相同 所以它當然可以去分解那個,催化那個甘糖的分解 你現在已經知道了 所以那個專一性有時候是說,它的專一性非常非常的窄 但有時候那個專一性是有一點範圍的 但是專一性一定要先想到 然後再去想到說,它那個專一性是表現在哪一個層面上 這是最基本你一定要先想到的 因為你看光考專一性這個部分的話,出現了多少次 對不對,我們考試的現實是這樣子 第二個,所有生物體內的蛋白質 基本上都是依據基因密碼製造出來的 所以蛋白質有非常明顯的遺傳特質 你可以去研究蛋白質上面胺基酸的排列組合 那基本上是一個遺傳的表現 當然你說,那我不要蛋白質我去研究DNA,可不可以 可是真正最早在化合物當中 被拿來作為分析遺傳的 其實不是DNA跟腦胺 如果我們那個以前高一講的那個歷史背景有印象的話 事實上因為DNA跟腦胺被認定是那個遺傳物質 其實已經是比較後期的事情 那早期大家都覺得20種胺基酸產生的變化那麼多 對不對,它來負責攜帶基因密碼最適合的 好,然後接下來,只要這個蛋白質不壞掉之前 它都可以有活性 對不對,所以像一般那個比較常見的例子裡面 你說酵素離開細胞、離開生物體有沒有功能 隨便吐個口水的是有分解的效果 有沒有那個原住民傳統的製酒方式 有沒有看過 就把所有水果搗爛那個大的桿子 大家一起噴口水有沒有 有沒有看過啊 然後用這個方式分解那個糖分 然後接下來經過適當時間的發酵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水果酒有沒有 因為都是大家貢獻的,所以這種分享非常好的一起享用 所以有一種原住民的傳統製酒 就是用這個來加速那個糖分的分解 如果它壞掉,什麼情況叫壞掉? 比如說,那個生蛋組成手蛋蛋白質 它某種程度就是叫做壞掉的變性 對不對,什麼情況是變性呢? 原本我這三個地方都只是像清鍵或離子鍵 也就是說這個關係 它是在一定條件之下就可以解開的 那如果你現在給它加熱的話呢 就變成本來這裡只是一個清鍵好了 然後結果你因為加熱給了它額外的能量 所以呢,不只是這個地方 從此建立了一個供架鍵的鍵結 然後原本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不相干 然後硬是在你加熱的過程當中 然後它被扭曲下來 扭曲下來 扭曲下來 然後這邊呢,又額外形成一個新的供架鍵 這邊又形成一個新的供架鍵 對不對 所以你從這個大的格局來看的話 其實它的造型早已經不是原來那個樣子了 所以它的內容有沒有變?可能沒變 對不對,它的形狀變了 所以它功能呢?可能變了 而且你新形成的是供架鍵 所以你又沒有辦法把它馬上解開 它也不是這麼容易 所以你看這個生蛋組成熟蛋 它請問你有辦法再把這個熟蛋 再轉換回生蛋嗎? 應該比較留意識 所以這個,只要它沒有壞掉之前呢 它的活性可能都還是在的 那保存活性的這個基本簡單的方法就是什麼? 低溫 好,來,接下來 另外就是蛋白質對它所在的環境呢 具有一定的敏感性 對不對?所以剛剛提到的一個就是溫度 溫度的敏感性裡面 如果我們去看像酵素的反應曲線的話呢 如果Y軸是活性的指標 而X軸是溫度的話呢 酵素對溫度的反應曲線是 低溫區會比較平緩 然後可能會有一個最適的溫度 然後高溫區可能會比較高 對不對? 那這當中還有一個很大的溫度是 同樣這個山 左邊是山坡、右邊是山坡 可是右邊像懸崖一樣比較陶俏 可是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個表面上比較看不出來的 要特別去交代的是 高溫區這個地方呢 常常可能會導致它結構上 發生那個不可逆的改變 所以這一種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稱之為是一個 高溫可能會導致它變性 而且這個變性基本上是不可逆的 因為它性質已經不是原來原版的那個樣子了 那低溫就好一點 我剛剛講 你低溫可以保存那個蛋白質的活性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呢 低溫大概只會出現抑制 也就是說你溫度回復之後 它的活性可能也就跟著回來 所以剛剛講那個低溫是一個很常見的保存方法 那低溫不是絕對的保存方法 如果想說那我認了一個蛋白質 只要放在低溫的情況之下 那永保它的活性 目前來說你就算放在那種什麼-70度 就算一般的那種研究 研究室裡面常用的那種冷凍庫的話 你看你家裡面的冷凍庫幾度知道嗎 大概是-20 對不對 了不起現在有一些特殊冰箱 提供一個小格子有沒有 那個肉的保鮮-40 對不對 所以-70-80算是很低溫 但能夠保存多久 像期待鞋在這個環境之下 導致說能夠保個10年 做10年就差不多了 所以你將來如果要保存期待鞋的話 3-45 因為等你有一些想要用它的時候 都不知道還有沒有效果 好 那所以接下來就是 它會有一個山頂 所以這個地方 以溫度來說的話呢 這裡就是 這一個蛋白質的最適溫 有意思說你如果 給它在這個溫度的話 它的活性條件最佳 對不對 所以如果以人體的少數來說的話呢 這個溫度很有可能就是差不多在 36.5-37.5這個附近 這樣 好 然後接下來 另外一個會嚴重影響到那個 酵素活性的 好 因為用消數來談比較簡單 那 因為取值這個部分 一般來說的話呢 那個3就比較對稱 就是 左邊右邊基本上是差不多 可是你要留意一下 因為 不同的蛋白質 它可能是被設計 用來在不同的環境之下作用 所以你真正要留意的反而是 那個3頂這個部分 不同的蛋白質 它可能會是錯開的 那至於那個 pH值過高或pH值過低 你要針對那個蛋白質來講 因為所謂的過高或過低是相對的問題 所以不同的酵素或不同的蛋白質 你不能混為一台 不同的蛋白質它有不同的適合的 不同的蛋白質有它自己最適合的pH值 而不同的蛋白質最適合的pH值 不同的情況之下 請問相對過高過低 對它來講 這個地方是過低 對它來講是過高 對不對 所以要留意的是 不同的那個反應曲線 好 那扣除掉這個之外呢 另外一個 是屬於蛋白質的干擾問題的 因為這整個分子當中 你看那個前面 氨基酸的那個組成的地方 假設考慮蛋白質如果落在一個 像人體比較偏弱鹼的環境之下 好 所以去想像一下 如果現在呢 設定pH值大概在7.4 那請問氨基酸蛋白質比較容易偏向在正電還是在負電 是上次有提到這個問題 弱點的話 氨基酸或蛋白質很有可能會比較容易偏向在負電 對不對 當然蛋白質有一點大顆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呢 有一個A1的蛋白質偏向在負電 然後呢 隔壁有另外一個A2的蛋白質在做其他的工作 那它也是在負電 那這兩個蛋白質原本不相當 那去想像一下 當一個重金屬不小心進入到細胞裡面之後 因為重金屬的原子比較大顆 那如果你跟蛋白質比 它還是比較小顆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跟像那 甲這種1A2A的離子來比的話 重金屬真的大很多 所以當細胞內出現一些明顯的帶正電的物質的時候 第一個是說 那這一些蛋白質很有可能會吸附這些重金屬 這是其中一個情況 另外一個情況是 這兩個原本不相當的蛋白質 會不會因此而被抓在一起的 那假設A1是某一個酵素 它正在做某一個化學反應 A2是另外一個化學反應的重要的酵素 對不對 本來是大家分別工作 現在因為你的關係 然後大家呢 被綁死了 對不對 所以A1的工作沒得做 A2的工作也沒得做 這樣就要干擾生理代謝 對不對 那你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想 就有點像是 重金屬一旦進入細胞子之後呢 好像利用這個蛋白質把它自己掩蓋起來了 對 你將來要把重金屬重褲的這些離子 再把它清除 你可以想像它的難度嗎 因為它跟蛋白質吸附在一起 請問你怎麼會有效把它清除 它整個分子的規模是變大 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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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看有沒有問題 等一下就換功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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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接下來既然我們要的是 就是利用蛋白質立體結構變化的豐富性 好 然後來提供那個眾多的功能 所以蛋白質到底有哪一些功能呢 看下面第二段落的地方 好 比如說我們講 生命現象的基本在哪裡 生命現象的基本在代謝 好 因為這個是屬於生命現象的基礎 對不對 那生物體內的化學反應代謝嘛 到底最基本要的東西是什麼 酵素嘛 就是生物體內那個化學反應的特質 就是需要酵素協助 在一個比較相對比較低的門檻 活化能降低的情況之下 那這時候呢 我們讓反應更容易進行 對不對 所以酵素絕對是一個非常值得一提的 好 那扣除掉酵素 所以你可以想像 生物體內化學反應這麼多種 所以生物體內要的酵素種類有多少 對不對 我們以前講過嘛 你隨便光一個光合作用跟呼吸作用 它動用到的效素 可能都是二三十種 對不對 光是這樣一個 完整的光合作用跟呼吸作用 好 那接下來一些比較大的家族 就要留意一下 比如說運輸蛋白 對不對 因為很不幸的話 細胞膜差掉了 那個細胞膜真的限制了 很多物質要通過細胞膜 不是那麼容易 對不對 那你說指霜很絕對很方便 它可以有效做空間區隔 那同時衍生出來的問題是 細胞進進出出的東西 畢竟水還是最多 溶於水的東西也很多 對不對 反而那些輸水性的物質相對比例是比較低 對不對 所以那你總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的辦法就是提供工具 而蛋白質 就是那個常見的工具 所以運輸蛋白 對不對 運輸蛋白我們一般 依照它的架構跟運作方式 可以分成兩種 一種是通道 剛剛畫的 那另外一種是管道 所以這剛剛應該可以想像 所以這邊做很多根柱子 對不對 這樣就可以排出管道 這樣你看齁 那另外一種是載體 載體就不一樣喔 載體 載體相對你可以把它想像中 它比較複雜 載體像什麼呢 眼睛要快點 眼睛要快點 就是 這是載體 這是載體運輸的瘦子 然後它運輸的對象 動作快點齁 所以它本來呢 這是細胞膜 載體放在這地方 它開口朝外 然後呢 接下來這個瘦子出現之後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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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就是 它 那動作本來就很快 它碰到的瞬間 馬上形狀發生改變 對不對 好 這一次喔 沒有慢動作喔 有沒有 噢 好 其實沒有沒有 等一下馬上回來 因為它已經 它已經運送過去了 所以形狀又會再回來 所以當 當它的形狀是這個樣子的時候呢 它可以跟特定的瘦子結合 當瘦子跟它結合的時候呢 它內容 就是胺基酸組成一個都沒變 但是它的結構反而改變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就轉變一下形狀 然後剛好呢 就把那個瘦子踢出去 那一踢的時候 已經踢到膜的另外一邊 對不對 那瘦子離開之後 它馬上又回復到原來的造型 這種運作方式的就叫載體 如果需要消耗能量的呢 就叫做邦 好 所以顯然的 如果細胞進進出出 我要搞定那 又要搞定甲 又要搞定幹 對不對 然後我可能要搞定葡萄糖 對不對 然後搞定那個什麼 氨基酸 含氮菌 對不對 這還是比較常天唸的出來 你看細胞需要養分 核子這些 所以你可以想像 細胞膜上的運輸蛋白 那個超級無敵的多 它不只是種類多 它數量也多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 受體 因為細胞要能夠接受訓集 這個能力很重要 因為 對多細胞生物來講的話 你是需要指揮這個細胞做什麼事情的 我跟你講 所以指揮的前提是 你要釋放訊息 那指揮的第二道事情是 那個細胞對指揮的對象 必須要能夠接收訊息 接收訊息的工具 受體 對不對 用什麼東西做 蛋白質才做 對不對 所以連帶的連那個訊號本身 我們剛才在講激素 你就要去背這些事情了 就是很多激素 基本上它也是蛋白質 不是全部 那是常見 然後接下來 細胞膜上的還記得 光耗作用跟呼吸作用 不是都有電子傳遞鏈 電子傳遞鏈的部分成分 其實也是蛋白質 再加上你看 有一些植物它在儲存養分的時候 是不是用了蛋白質這個形式 比如說一般都知道 像那個植物性蛋白 一個不錯的來源是什麼 豆類 對不對 所以你看豆漿 有沒有 紅豆綠豆這些 你知道嗎 好 然後另外一個 我們後面在細胞的地方 會提到的 像細胞骨架 其實細胞子當中 有很多的組成 細胞骨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那細胞骨架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看下面那個圖 就是肌肉細胞上面 那一些肌原纖維 因為肌肉細胞要產生收縮的動作 它事實上是靠這些瓶頸排列的 這些絲狀構造物 其實它們也是蛋白質 那另外應該有聽過一個東西 叫膠原蛋白 對不對 就是你吃的膠原蛋白 或塗抹的膠原蛋白 然後你的皮膚就會比較好 對不對 等等 好 問題是 這有一個很大的瑕疵 你膠原蛋白塗在皮膚上要幹嘛 養細菌啊 你不要跟我講 你皮膚塗膠原蛋白 所以膠原蛋白從這地方吃進去 對不對 怎麼想你不知道它怎麼樣吃進去 所以這樣不可行 所以改用吃的 對不對 那改用吃的 你被胃跟胰臟跟小腸分解完 那還不適合計算 對 吃那個膠原蛋白 你看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那一罐有沒有 應該一兩千有吧 搞不好更貴 對不對 倒不如去碰個滴它 又香 對不對 又Q 有口感 對不對 然後您的醬汁配飯多麼好吃 那一罐又貴 然後又不實在 又不實在 又不知道這是真材實藥 對不對 搞不好還是病死豬的豬皮熬出來的 好 接下來 鞋漿裡面的白蛋白可以穩定 鞋液的滲透壓跟PH值 對我們強調過超級物體重要 對不對 免疫球蛋白 對不對 種類也是超級物體的多 我們在防禦那個地方提到了 那某一些微生物物的毒素 基本上也是蛋白質 那另外因為 它可以當酸又可以當鹼 所以剛剛講那個白蛋白 為什麼它可以拿來緩衝PH值 就是這個原因 然後另外 如果你現在要把它當作能量來利用掉的話 它一克 這個月內可以提供4000卡的能量 下面有一個剪圖的部分 來 把上面的標題租記一下 左邊那個是運輸蛋白的意思 transporter 然後那個 第二個是linker linker是那個連結蛋白 這個在細胞的地方我們再解釋 然後第三個就是受體 最後邊那個就是酵素 左邊那個是運輸蛋白 第二個是連結 連結蛋白 第三個是receptor 是那個受體 然後最後邊那個denzyme 是那個酵素 好 激受的部分我們到那個後面 會有一個地方單獨討論 所以這邊暫時就不談細節了 所以接下來看核酸 好 還滿感的啦 不用看的 就是我們一定要逃到細胞結束 就這樣 好 那核酸的話 第一個如果我們去看它的組成成分 蛋清氧還是比較常見 然後接下來呢 它會用到蛋 它會用到泥 當然這樣看也看不出所以來 我們要接觸它的 那個組成的架構來看 核酸分子它的組成的小單位叫核幹酸 OK 那核幹酸正常情況通常也只是一個組成的單元而已 因為核酸比較常用的使用方式是以聚合物的形式 就像那個多糖 蛋白還有核酸 其實它們比較常用的形式都是屬於那個聚合物的形式 那聚合物它的組成單元呢 在核酸這個地方就是核幹酸 那只是我們發現核幹酸本身就算是有點複雜的 因為如果你要去製造核幹酸的話呢 你得先去找個五碳糖 先去借糖類來利用 然後接下來呢 再從這個五碳糖為基礎 去做向外的延伸 去做向外的延伸 這個地方是一號碳 我們會在這地方接一個複雜的有機物 叫做蠻蛋 減7 然後在另外一頭這個地方 會去接零酸根 那零酸根呢 數量 你看 最基本 一個 最多 強迫中角的情況之下 可以接到三個 但是接兩個以上 會導致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 能量提高非常落定 所以三個成分到齊之後 我才能夠做出一個核幹酸而已 將來你才能拿這個東西 去把它接起來 就像氮基酸串點氮基酸 丹糖串點丹糖 所以得先做出這個基本的材料 才能夠去做那個聚合物 好 然後可是 接下來你就發現核酸當中呢 它們在五碳糖上面 有兩種選項 一個就是去氧核糖 另外一個就是核糖 所以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你要去做核酸的分類也很簡單 你看它是帶有去氧核糖的核酸 還是去氧核糖的核酸 還是核糖的核酸 就是把它分成DNA跟導磐類 這兩個類別 這是其一 然後接下來呢 去氧核糖跟核糖基本上 它們 磷酸因為是有數量的問題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先暫時不討論 那我們先看那個氧氮碱基這一頭 好 核酸裡面呢 會所使用的氧氮碱基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兩個類別 就是標磷類 然後跟密定類 OK 大概概括整理一下呢 這個標磷呢 在用在核酸上面呢 可能有A跟G 然後密定呢 C T U 好 名稱上A 這現在真的要背喔 先不要理 現在真的是嘗試的齁 不管是代號還是名字 現在都是事為理所當然 那C的話呢 是貓密定 T是胸腺 密定 U是尿密定 好 所以接下來 寒氮碱基最常用的就是這五個 他們會用在DNA或R上面 大家有沒有發現 如果說今天 以核甘酸的角度來說的話 因為你的發展起點是無碳糖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在1號碳這個位置 可以接觸寒氮碱基 2號碳 3號碳 4號碳 5號碳 2號碳這個地方可以 現在可以講了 你看那個 35頁的 最下面那個框框裡面 它是在告訴你 我怎麼去區分去氧核糖跟核糖 去氧 就少一個氧 這只是因為2號碳這個地方 2號碳上面如果全部都是